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99.9%的都履行不到 所以我们农民工不懂法 我不能让他们老骗我了 现在我太辛苦了 为了自身权益 有农村组织工会 我觉得还是让村里的人 就是说打工者的话 就是还是能实现劳动者的价值 可能说一天几十块钱几十块钱可以 而且大家的力量其实是大的 只是说自己看不见而已 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个团队的力量 能去改变自己的收入 改变自己的劳动待遇 工会骨干是80后的农民工 但是出于盖会的应该注意啥 签合同不签合同现在比较困难 而且办公也比较困难 这是啥 第一个你要有证据 早得有帮助拍公司发 你在这边 都去找劳动局 都去找法律 都去找工会 但是你没有证据不行 证据啥有啥 有那录营 一些多少钱 你拿手机录下来 这些证据 工地啊 不可签合同 比方说要找一些设施 你不过签的设施都走 如果说你走吧 你走一个人来 可能不签 你说你真的打出去 农民工对于工会的作用 半信半疑 质疑 很大程度 是来自内地工会 根深蒂固的联谊形象 现在就是工会 我现在就是 你不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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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工会 现在是 对他们来说 目前的客户 还是要约的 但是要约用的时候 会变成现实 因为他们在书 不是梦 牵头的农民工希望 透过法律培训 做出成绩 因为他毕竟没有 那个执法的权利 只是说 跟你 把你撑起来 人心散发 你自己心里也害怕 比如去劳动局 以前我们去过 他说我不管 我们就回来了 很听话的就回来了 如果工会能陪我们一块去的话 就算下午的话 其实有人 就像我已经给我们撑腰 我们就不害怕了 其实 你加入这个工会的话 咱们就是一大家人 就像一个村子一样 是一个村子 你在其他地方出事 这个村子也会帮你处理一些 没有财力 兼学会 建筑工人维权背后 有一班非政府组织的 智囊团 暗中帮助 滲入农村 工地 追踪个案 提升工人力量 你愿意走这个路 去尝试一下 这个法律的东西 到底公正不公正的话 这个执法人员 他们到底是 什么态度 何正文 全国第一个 在新劳动合同发生效之后 打赢欠身官司的地盘民工 他得到义工协助 正面挑战老板 劳动部门 成为农民工的希望 没有一个人能坚持到你的话 这个事就有 如果干什么事 都没有一个人 开着一条鲜河的话 那这个社会 就会慢慢地划 慢慢地划 划到最后 刹车都刹不了 在维权路上 他见过更黑暗的一面 现在很多农民工 他们都知道 造劳动部门 也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 有的工人 非得给他送领 才办事 我这前两条 遇到一个工人 他们为了三万多块钱 花了两千多块钱 还通过熟人的关系 给他行贿 他说现在不违法 就办不了事 那么现在有个记录 投诉有个记录 这个记录 是普通人拿不出来的 要经过这个 律师证才能提取 这个 在我们中国的时候 如果是用这一招的话 实际上是跟这些 律师们 在给他们塞钱 把劳备性的钱 再往时间里 再掏 再往律师兜里面塞 这个建筑行业 这是普遍性的规律 这是已经成为一种 就是不成规律的规律了 从上到下都知道了 前劳动合同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种骗局 然后交了一些证据 为了堂堂正正 争取自己应得 何正文自己想办法尋找证据 陆帝向老板追讨 新金的电话对话 加上协议书 公有的公辞 用了超过一年时间 最终拿回七万多元血汗钱 是劳动合同法生效之后三年的 这首歌成功个案 这个22号楼 那高兴什么呢 当时眼泪 不是兴奋的眼泪 而是伤心的泪水 这不叫赢的关系 实际没有打赢 就拿到那么多钱 这个钱如果说 我这应该说拿的是 耽误的工钱 加上自己应该得到的钱 得到的工钱 算在一起也就差不多 更何况人 在这个思想上的 受的损失呢 思想上的损失 过年都没回家 在这里等工钱 我老家四川 我父母七十多岁 我的小孩才有 那时候才有八九八岁 七八岁 如果说能够对社会好的方面 比如说改善的话 这种辛酸 就是厌的肚子也值得 如果没有一点改善的话 那就比这种辛酸还辛酸 我幻想北京太好了 回到北京 赵志强再到法院 过去一年 和他一起去法院的工友 一次少过一次 醉涛陷伸 路越来越漫长 好多工友 现在都分开了 原来在一块的房间都分开了 为什么 有得上广州 城堡各地哪里都有 来一趟北京 车费就不够 维权的费用太多 劳动法其实讲得很明确 比如说你就应该签订 政治劳动合同 对吧 如果不签订合同 有双倍的赔偿 但是执行起来很困难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盧辉林 专门研究农民工问题 这个工人本身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 你想想一个工人要卷入一个一年左右的 在一个诉讼中间去 工人要自己去取证 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建筑工地上的工人 这很难你知道 没有劳动合同 而这个建筑公司又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抵赖 所以很困难 所以在法律的执行上 在这些法规的执行上 设定了一系列不利于工人的这样一些困难和障碍 事实上中国进入到一个 我们讲是一个劳资的冲突和劳资的利益 对立的这样一个时代 一旦权力受损 没有渠道去加以伸张 然后维权的成本特别的高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成为困扰我们进一步发展的 这样一个瓶颈性的问题 既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 也关系到中国社会的这样一个长久的稳定 如果这一批人你想想是两亿人左右 整体的生活在这样一种焦虑状态中间 那对他们个人 对这些农民工本人来说 以及由于这些人数巨多 他们处于一个相同的位置 累积成的社会问题来讲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维权决心难的时间和金钱的限制 赵志强十几个人的官司经过一年 坚持下来的只剩下他和张惠孝两个人 但审讯结果再一次令他们失望 建筑公司将责任推到失踪的判头身上 意味着官司还要狗钱下去 你要说有钱的话肯定不出来 我都在干活 头两年我孩子从家来了 咱那边玩了一天 也没出去也没时间 没办法这个 包工头你知道他是一个自然人 他是不具备这样一个 他不是一个法人 他也没有资格和工人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是应该有一个公司和工人签 所以包工头都是利用他相远的 亲缘的这样一个关系 就是我们讲农村的这种熟人 熟人之间的关系来招募工人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他们进入到一个工人也好 包工头也好都无法控制的 在我们讲一个房地产和建筑资本 累积的这样一个链条中间 包工头不过是在链条中间的 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替罪羊 他是一个替罪羊 责任风险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转家 那当最激单的情况 我们会知道 可能工程完成 这个工人一分钱拿不到 我在北京的生活 又是说自从成年以后 出来打工以后 在外边打工的时间 在北京时间 我能在三百天的情况下 又六十天只能在家带过 不能说指望这方面能发财 你干活的发不了什么财 我们努力再多挣钱 为了是养家户口 为了孩子 为了下一代 我们再付出吧 指望能得到回报 挣了钱呢 哪儿都能生活 但是我们足足备备 生活下来的农村 我感觉一回家那是 比较淳朴 真淳朴 没有构心斗角 北京好多人不小心就是一陷阱